一直監察免費電視市場的發展 特區政府一方面表示開放免費電視市場 另外一方面又要監控市場 梁振英將大家對開放免費電視市場的合理期望 一手握緊 回應質疑的時候 總是語氣強硬 一副洋洋自得的嘴唸 浸意已決的態度讓人此理 昨個聲句 中共後接近問一部海外館的文章 要港人反省 為何這麼多套怨 共產黨的民軍 不如去問問他們愛國愛黨的奴才梁振英 為何容不下一個 純粹為港人提供免費娛樂的電視台 為何總是要跟港人作對 總是要為香港添灌免費娛樂 面對費揚民意 建制派不敢高調為梁振英互航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 較早時說行會成員是顧問的角色 最終決策由行政長官綜合個別的成員意見作出決定 政府應該向公眾解釋發牌準則 因此被指以梁振英或清界事 羅范昭婚日前說政府解說安排絕不理想 葉劉淑儀和李慧琼臨於民意 態度曖昧,語言不詳 不敢表現果斷支持政府的立場 主席國下李魯維加 都曾經要求政府多加解釋犯牌的決定 自由黨更加表明支持一項特權法議案 港共政權和支持者離心離德 證明梁振英是一個不切不扣的獨夫問責 政府2009年10月亦表示 接受這個演奏電視牌照的申請 表示促進本地廣播業持續發展 鼓勵業界公平競爭 投資和採納創新科技 為市民提供有質素有選擇的多種多樣電視節目 配合有利營商環境 提升香港作為區內廣播樞樓的地位 當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劉吳慧琳三番四次強調 免費電視市場是開放的 第二年,即是2010年的年頭 立即接獲香港有線電視和城市電訊的申請 然後就是後來的奇妙電視 即是後來的《奇妙電視》 香港電視網絡 最到年底就收了《NOW》寬文電視 以《香港電視娛樂》的名義申請 2011年的7月 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前進 廣管局完成申請的審核 並且已決向行政會議呈交發牌建議 直至上個月的15號 特區政府才公佈結果 行政會議總共花了兩年三個月的時間審批 令到申請者和港人極不耐煩 整個程序毫無效率可言 行政長官匯同行政會議最終決定三簡易 有關的決定是黑商作業 六八九糧匪鎮應在回應質疑的時候 顛倒黑白 偷緣概念 理屈自窮 還要自我感覺良好 堪稱我無恥之有 不容不容不容 本席在多項政策議題上 要求市民有知的權利 政府有告知的義務 特區政府就反其道而行 逐步走向專制敵權 特區政府封鎖的 不單止是免費電視市場 還是香港人的資訊自由 可以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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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回應就是 政府必須遵從行政會議的保民制度 處理申請手指細節 無可避免涉及敏感的商業資料 和商業機密 隨便公開 可能會對申請者造成傷害 或者引起法律爭議 這是政府的說法 有一張報紙叫明報 在10月19日刊登一份 疑似行政會議文件 指出政府在去年2月至12月 都建議發出三個牌照 否決發牌是會移到抗議的 OK 但是梁振英在行政會議討論後 決定不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 行政會議否認 這份明報刊登的疑似行政會議文件 是屬於行政會議的文件 但律政司司長 所以袁國強就證實討論過文件所提的內容 另一個媒體更加披露行會 討論增發免費電視牌的時候 林環江、葉劉淑儀、胡鴻旭和羅范昭芬等成員 支持向所有申請者發發 政府的顧問報告及予香港電視網絡的評分 亦高於我發牌的香港電視娛樂 這些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自覺或不自覺地洩密 即是他們洩密就可以 所以行政會議保密制 絕對不能成為專員政府欺騙公眾的工具 200年特區政府處理收費電視牌照申請的時候 當時做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長的尤真嘉麗 曾經公開解釋 當時落選的人 是因為鋪設廣絡技術過時 而部分申請者財力不足 但是發牌不設上限 政府純粹考慮各申請者的憂劣 不擔心有過度競爭 這個是尤真嘉麗的說法 二千年 今天的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 天可連結 香港人究竟做了什麼業 為什麼騎在香港人頭上的政府 一個給一個混合 特區政府和經濟公司 教主我愛你 教主 我愛你 教主我愛你 教主加油 教主加油 那個議員,前政務司司長陳科安生更加發表聲明,指出政府的做法令公眾質疑,這個決定有政治動機,剝奪公眾的支持權 公眾無法透過選票和公民投票,向政府施以民意和政治壓力 行政主導這個專權抵制,激近無法無天,決定重大決策的時候,固然可以獨斷獨行 現在更加藉口保密制,逃避向公眾解釋決策的責任 主席,今天的特權法議案,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就是要阻止專權政府打壓廣泰人民的資訊自由 主席,是要阻止專權政府打壓廣泰人民的資訊自由 主席,是要阻止專權政府立下行政會議保密制,掩飾罪惡的先例 近日多個親建制媒體,開始報導香港電視的所謂死因 這個很明顯,就是政府開始全面反撲製造輿論 例如,說香港電視計劃開台的時候,就開始多個頻道 廣告室,臨以支持,造成暗性競爭 又或者營辦電視為期,最少十二年財力厭階者 就以太早作燒炮,放煙花式的投資,就將不利市場等等 我就算你這個不是全面反撲,製造輿論 特區政府,自覺與不自覺之間,助視這些媒體,就這一項重大的公共事件 作出一道聽途說式的報導,和欠缺真憑實據的揣測 但特區政府就不作任何回應,釋除公眾的疑慮 令人不得不懷疑,你是和這些媒體行系一氣 對於你這個不得人心的政策,去掩飾 有一些媒體說,我的消息來自權威人士 我們教新聞的時候,這些叫引力新聞來源,最不可靠 據接近消息人士透露,接近行會人士透露 我做了很多年,是不是? 如果是權威消息,真是政府的,你就開城佈工 幹嘛要鬼鬼祟祟,床頭露尾,跟媒體吹風 製造假裝,人騷視聽 因為我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資格去執行公權力呢?請問 行政會議掌握制定重大決策的權力 有權審批的政策,包括 連的士樂標收費,隧道收費,九巴車費,發展商 樓換樓安排,中電港登機管電費,電台發牌 城規會分區界,大江草途,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 等等,不聲媒舉,每一項都跟港人利益有關 如果所有的決定,都好像這個發牌那樣,黑箱作業 香港還可以有安定繁榮嗎? 本席議員,立法會必須通過今天的議案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命令特區政府交出所有的文件 將真理及理據呈現眼前,給全香港人去評理 恢復香港的程序正義 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代理事 即是單獨正義 郭榮鏗議員提起修訂案,林蒂菲議員是三成 人家當作他是英雄,是嗎? 那他原動議是反對,這個都算政治,智慧非准之高 是嗎?我就跟他相反 我是反對郭榮鏗的修訂動議 我支持莫乃光的原動議 理由很簡單,講我九十幾次 郭榮鏗議員天真有邪,或者天真無邪 為了爭取更多建制派的議員支持,就莫乃光的原動議 提出修訂案,容許特區政府不懲教行政會議商議的內容和相關紀錄 以及任何適合牌照申請者的商業機密資料 這個做法,跟戴耀廷佔中被人說他暴民 然後他說我綁著手來佔中,有甚麼分別? 自綁手腳,自廢武功 這個修訂案會讓專權政府去逃避公眾的監察 本性不會支持 我這個奉獻建制派的朋友 你不要以為你口口聲聲 哎呀,我投票是根據良心 就是代表你有良心 是嗎? 這件事是非判言 不容你的人去掩飾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到田北在北 因為建制派,他好像變成壞孩子 有些人說他打六十多歐還壞孩子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正就是對,不正就是不正 很清楚的一件事 你今次又是幫這個專權政府去護航 到頭來,喂,你是刺掘墳墓 當然有些人說不用怕,我們蛇齋餅總 不是,選舉我們贏不敢,你吹嗎? 是嗎? 帶我照坐在這,是嗎? 你吹得我將嗎? 不是的 但是,真相不是這樣的 將來,你是會死得很慘的 這件事是一個主義維持的政黨 或者政權,它是可以繼續生存發展下去的 歷史,一定會唾棄這些人 這樣嗎? 今天,大家都猜到結果是什麼 外面的人,都猜到結果是什麼 我剛才在下面,我跟你說 這件事呢,到頭來 大家做完場秀就下班 唯一有得救的就是 大家衝進政府中部 你敢不敢,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你敢不敢 當這個議案被爆裂之後 衝擊政府中部 衝進去 衝進去 香港人,就是民主派一個人 暗春 所以你食刮了香港人 主席,本人僅此甚至 教主很厲害 教主 好了,大家看完黃毓民的發言 現在幾點? 會不會投票呢? 據了解,看這個款 今晚能夠完結 討論,完結發言的機會 都相當明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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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